今天这个演出我不明觉历 但是就是我不好怎么去点评 因为它不在我的这个审美范畴 或者说我了解的知识概念里面 我对小白其实挺了解的 以前小白在舞台上有的时候 不是没有力量是用力或度 或有点爆 但是今天整个Key你的痛 完全是在你控制那个范围内 而且这个痛特别有魅力 然后我觉得凡凡也是 就是很准 绝对是你想要录成的那个样子 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 小白 我是很欣赏你的 包括他去年那一场演出 我觉得很多人觉得我们男生在上面 过于的投入或者动作太大 就说他有 珊珊惹人爱对不对 那个我喜欢的管他们这么说 珊珊惹人爱对不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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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就该那么投入 谢谢傻哥 谢谢傻哥 我们是一个内年的民族 但是在这个音乐框架下 我们要合理的释放 尊重 尊重 但是刚刚的一般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风格我是很喜欢的 反反我真的是觉得今天就是让我有眼前一亮 因为其实之前我去听过他的东西 说实话我之前在听的时候 没有今天现场的这种感觉 他今天呈现出来的感觉 所以就是我是很想跟你在一起做首歌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对 谢谢 好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我蛮喜欢这个歌的 因为给我一种 Cyberpunk的感觉吧 对 就是有一种游戏的感觉 让我们看一下小白和反反的总得分 1808分 因为我预想真的要低 但是也正常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再加强的地方 我只能说在这一首歌里 我们做出了各自该有的风格吧 好 获缩 芝莉 山羊 暂时安全 你想说吗 你想说吗 我想听Casel Casel Casel VII 上来吧 李佳龙 好 那就有请佳龙上来吧 好 我本来其实不怎么会说话的 然后我刚才在一起发现 我觉得我还挺会说的 Casel 你跟你加龙哥合作怎么样 很顺利 很完美 很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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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 就是时间短嘛 就是还没有怎么聊就是 也是主要是聊音乐了咱们是吧 对对对 听噪 之前对珈老师什么印象 偶像 展开说说 展开說说就是 你说 我挺早就 听她的歌 就是 也时间比较长 但是 去年我没看节目 来 se 能够跟李嘉隆老师搭档 很开心 没有 我总会觉得 就是他说话会 就特别的认真 但他认真起来 其实有时候也很幽默 对 然后 他们都说我认真做事 他们就想笑 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感情